张翰家中独自看世界杯,无意见报光豪宅一脚家底太阴时 张翰家中独自看世界杯,无意见报光豪宅一脚家底太阴时 无数球迷期待的世界杯已经开赛了,揭幕战东盗住俄罗斯对战沙特,张翰作为一个足球迷,咱然要准时收看比赛的 不仅如此,张翰还在某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一人看球赛的照片 这无意见报光豪宅的装修布局,不难看出,张翰的家底还是很阴时的 毕竟这装修堪称奢侈,而且两边的漫威人物更是博眼球的 不少网友还多愁善赶起来,一人看球赛真是有些孤独了 可惜郑爽和奈扎早已成为了过去式,和平分手 时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不过小编觉得,感情这方面是个人意志的决定 广大粉丝也应该尊重张翰的选择才是 张翰确实是一个球迷,平时有时间也会偶尔变面脚 穿上西装抱着足球的样子,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过张翰的颜值还是在线的,如果没有这颜值去支撑,也拍不出这样的效果 不得不说,张翰既有演技,颜值也不输于乐圈当红的小鲜肉 真是羡慕人 一身居家打扮的张翰,乍一看有一种学长的极视感 尤其和足球一起照相,更是透着一股迷人的运动感 难怪迷妹无数,真是没谁了 别看张翰一副小鲜肉模样,其实骨子里十分能吃苦 之前吴京拍摄《战狼2》,遭到很多演员的拒绝,因为贤苦贤累 而张翰却一口答应,并且片酬少得可怜 在电影中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 不少网友直呼张翰参演《战狼2》完全是本色出演 又圈了一波粉丝 其实小鲜觉得,虽然《战狼2》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 和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分不开 但是张翰也是凭借演技得到认可的 继续加油 说完张翰的颜值和演技,接下来令人关心的就是张翰的感情生活了 这也是不少网友操心的地方 张翰之前从古丽娜扎和平分手的消息已经发生 真是在娱乐圈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直呼可惜 在这之前,张翰更是同正爽因为一起来看流行语而心生好感 两人坠入爱河,最后也是和平分手,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对此,不少网友调侃,自己替张翰操碎了心 路人镜头下的张翰和精修图后的差别,让人大呼吃惊 首先这是精修图,张翰衣改往日霸道总裁形象 穿着休闲时尚,看起来很像韩剧中的男主 这是路人镜头下的张翰只能说这颜值是真的高 而且身材也很好 所以在路人镜头下的张翰看起来很年轻 有的网友甚至还说比精修图看起来更自然 不得不说张翰的颜值真的太高了,男同胞们有没有很羡慕呢? 你们觉得张翰帅吗?欢迎留言 欧欲霸道总裁张翰,感受下路人眼里的张翰和PS下的张翰 网友偶遇张翰,实在被Elie张翰的颜值pick了 这是路PS下的汉哥 这是路人照片,颜值实在杠杠的 点击身一口 点击行 点击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